我想發雅的特別是因為在台灣介紹發雅 它是個民主營業家 所謂民主營業家並不是民主主義 而是把自己的國家的鄉土 營業 調飾 器皿 服裝 舞蹈 所有呈現出來 就跟那個主流像德國 法國 義大利不大一樣 所以今天介紹發雅在台灣 振興我們自己的民主營業 我們自己台灣本土也好 國際性也好 是有特殊的意義 因此我們介紹發雅剛好說 我們這種Double Views 雙重享受 上半場你可以看Flamingo的舞劇 它有故事的 下半場我們可以看它 欣賞它的歌劇 就是La Vita Breve 就是短促的人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在台灣我覺得是 我們一直在重複很舊的東西 很重要 像摩迪 蝴蝶夫人 杜蘭多 或者什麼茶花女 但是你一定要拓展新的同學 新的東西很多很多很優秀的 那我想就可以Widen 我們的Eyes 就是把我們的視線打開 然後大家可以來欣賞 那這是非常好 因為這個歌裡面有舞 舞劇裡面有歌 所以這兩個就是很重要 而且我們在台中歌劇院 那個很好的舞台大家來欣賞 那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演出 然後我想都是 年輕人這一代的優秀的歌手 跟這個舞者 像顯賢我說它是 我們台灣的Flamingo的奇葩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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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一個 選那個巨馬然後他來演出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欣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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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